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015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将于下周登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将率团前往上海访问 双城论坛能持续启行有何观察焦点 而这次论坛中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呢 前往一提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台北海洋技术学院通事中心 距与教授吴建中吴老师 我们观察探讨 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台北上海双城论坛能够持续举行 您可以先帮我们观察有哪些焦点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论坛基本上有应该可以讲说 大概有三个主要的焦点 那第一个焦点当然就是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的一个弹性跟务实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从所谓的不知道怎么是九二共识 然后到最后一五星观点的一个提出 然后我们看到了大陆跟台湾的部分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 然后让这一次的一个双城论坛能够顺利举行 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柯文哲市长亲自出席双城论坛 我想应该会掀起接下来的两岸城市交流的一个热潮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里面 这种城市交流基本上是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 而两岸城市间的交流当然是两岸互信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 然后能够扩大两岸的一个共识 也增进两岸的一个民意的了解 这是第二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柯文哲市长提出来的一五星观点 不可能取代九二共识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双城论坛上面 基本上中共这边一直要求 或希望柯文哲能够就成立九二共识的一个存在 那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一直是使用一五星观点 来对应这中共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走向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诚如我们未来在2016年初即将要举行总统大选 那柯文哲市长这样的一个表态 是不是会牵引出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走向 那对于各党的政治人物是不是会有一些压力存在 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值得继续观察的一个重点 是 吴老师刚刚我们也谈到这次有三个焦点 包括这个柯文哲的一个弹性务实 那您刚刚也提到说柯文哲在两岸上 他之前曾提出这个两岸一家亲 还有这次他对于九二共识说了解跟尊重 但也再度强调了一五星观点 您怎么样看柯文哲对两岸交流上的一些立场跟说法呢 其实我们看到从柯文哲市长在还没有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陆国台办在去年的十一月二十五号 其实就提出来希望柯文哲能够认同九二共识 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柯文哲是反问那九二共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那最后被就是记者问到烦了 他就回答说那为什么要用二十二年的东西来做共识 能不能reset干脆来一个一五星共识 那甚至于我们看到他在当选之后 在2015年初的时候 柯文哲在接受美国的foreign policy的一个专访的时候 他以两国一制来反奉一国两制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大陆的官方媒体立刻就痛骂跟狂批 接着柯文哲市长在接受中共媒体的一个联访的时候 就有提出就是事实上在当前的世界上 并没有认为有两个中国 所以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 那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 似乎把过去的这一些 就是说他对于九二共识的不理解 然后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转变 但是我们陆陆续续其实也看到 中共希望柯文哲市长能够做更多的表态 那柯文哲市长他提到 就是尊重两岸过去已经签署的协议和互动的历史 在既有的政治基础上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精神 促进交流增加善意 让两岸人民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来 那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 基本上台办或者是大陆官方 对于柯市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表示欢迎 所以我们看到了柯文哲市长 他对于就是从还没当选作为候选人的一个身份 在到当选之后他的一个身段的一个调整 我们看得出来柯文哲市长的一个弹性跟务实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其实也看到 中共对于九二共事的一个坚持性 老师您刚刚谈到的第二点 就是说您认为这次柯文哲市长 亲自出席这个上海的双城论坛 会掀起以后这个城市交流的热潮 那您觉得这一次柯文哲出席论坛 进行过程中有没有哪些需要观察的地方呢 当然我们看到就说这一次的论坛跟过去是不太一样 因为过去里面其实前一任的市长郝龙斌 他基本上是以所谓招商作为主轴 那柯文哲市长这一次出访 甚至于他亲自点题 他希望能够在这一次双城论坛的一个议题上面 能够有一个转变 过去是招商为主 那这一次他基本上是希望 比如说讨论社区的医疗 那他也亲自点名台大医院的院长 还有联合医院的总院长 还有北投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 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社区医疗的一个讨论 那这个基本上算是柯文哲他的一个专项 因为我们知道他在海面当选为台北市长之前 他基本上就是医疗的一个专业 所以从我们看到过去的招商的一个主轴 转回到民生的议题 也就是从医疗来进行着手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一次除了医疗的议题之外 还有包含像青年的一个主轴 那在这一次的青年的一个议题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如果说去年的九合一选举之后 我们看到年轻人的一个重要性 我想中国大陆这边跟台湾这边 其实也已经观察到青年的一个发展 才是两岸持续能够有所增长重要的一个引擎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双层论坛的时候 其实另外一个核心的重点 就是希望能够来谈青年一代的彼此的一个沟通跟认同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我们看到 有产发局要来谈青年创业 那有文化局要来谈流行文化 那资讯局当然就是负责智慧城市的一个沟通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有产发局文化局还有资讯局的一个牵头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了他一开始转向 那这个转向基本上是汇集民生的一个议题 那民生当然就跟青年现在发展的一个困境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从这样的一个主轴开始之后 柯文哲市长亲自参与了双层论坛 那我想接下来大家就会关注他到上海去究竟会谈些什么东西 所以更直指的回到民生的议题上面 这也是两岸人民所关心的一个议题 您刚刚也提到说中国大陆对于九二共识的一些说法 像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就表示 乐观双层论坛即将举行 并说也注意到了柯文哲尊重九二共识的说法 接下来我要想请教老师 想要观察中国大陆方面对于和民进党交互底线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双层论坛 成举的关键应该是柯文哲市长对于九二共识 他的表态 他这个表态是说他理解了跟了解尊重这个九二共识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北京方面基本上他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对柯文哲市场的一个说法 他基本上是对内宣传为主 那我们看到其实北京的部分 他其实更在意明年2016的一个总统大选 那我们看到目前柯文哲市长 对于九二共识的一个表态 北京是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 可是我们知道 其实柯文哲市长 他基本上是地方的首长 他也不是任何的一个政党 那甚至于用柯文哲自己的话来讲 他自己声称他自己是一个默虑 所以国台办对他的要求基本上没有那么的高 不排除九二共识 那国台办已经能够接受 但是相较之下 如果说对于民进党 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北京的要求 应该是人会要求 他希望能够接受九二共识 那如果没有办法接受九二共识的时候 按照国台办的一个说法 那过去的这一些 就官方的或民间的交流 将有可能会终止或结束 那用习近平的一个话来讲 就有可能会地动山摇的一个情况 老师那您观察 因为明年就是要进行总统大选 在总统大选之前 民进党会怎么样来面对九二共识这个议题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九二共识上面 柯文哲市长应该是属于拐弯抹角 那让这样的一个两岸的论坛 就是持续的维持这样的一个交流 但是我们看到蔡文主席 他访美的时候 他不去谈九二共识 他仅仅勉强地表示 就继续地求统存益吧 那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反应是 国台办就想问他 两岸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岸关系的基础究竟是什么 如何维持两岸关系的一个和平跟发展 那其实这不仅仅是国台办在问而已 这其实也是台湾的民众想要知道 就是说政党的候选人 他对于两岸关系 他未来的走向跟做法究竟是什么 那所以我们看到从柯文哲他表示 就是说他自己是补党级人士 但是他的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论述 却饱受到外界的一个争议 所以我们看到柯文哲市长 他拐弯抹角地谈了九二共识 可是我们知道蔡英文 他在谈九二共识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采取一种回避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样的一个回避 这个目前我们看得出来 中共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回过头来看 台湾的选民是不是能够接受 这样的一个回避态度 因为我们知道从过去马总统上台之后 其实这七年下来的一个和平的成果 这样的一个和平红利 其实是建基础在九二共识上面 那如果没有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面 那民共之间要如何继续交流 那民共之间是不是能够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共识 那这个共识是中共可以接受 台湾民众也能够接受的一个说法 那我想这个可能还有待努力当中 是 为了发展我们持续来关注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台北海洋基础学院通识中心 距离教授吴建中吴老师 针对即将举行的双城论坛 这次能够持续举行呢 有哪些观察焦点 还有这次论坛中 我们需要关注哪些面向等相关议题 我们做深入的评析 非常谢谢吴老师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